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要面临胸疾祸福 以及生老病死 这身皮囊为什么会惹来那么多的问题呢 所拥有的身体不同 所做的事也不同 那后续的命运自然就不一样了 上天给了秦始皇49年的寿命 让他统一了六国 而给了刘邦60多年的寿命 让他完成了大汉的建立 这就是身体状况的不同 决定了所做的事会有所差异 既然有不同的情况 那有没有相同的情况呢 肯定是有的 成长的过程都是相似的 而性格和三观就不相似了 这就是哲学中谈到的辩证关系 观察一个人的身体 我们要从变与不变这两个角度去观察 比如说看小孩子 我们要看他们的眼睛 看中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肿气 而看老年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嘴巴 这三个不同的角度 基本就能够反映每个人此生的遭遇了 二 年少看眼 人之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孩子灵不灵力 反应够不够快 到底要看什么地方呢 最直接的便是看眼睛 因为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 你的内心有什么想法究竟纯不纯粹都能从眼睛当中显露出来 有的孩子眼睛特别灵活 只要一想到一个主意就动来动去 像这样的孩子多半外向而不太内向 眼睛灵动便是性格敏锐和头脑灵活的意思 反之 有的孩子眼睛比较呆滞 别人说什么他都不为所动 甚至没啥反应 像这样的孩子性格多半内向 而且灵敏度不够 反应也会慢人一拍 眼睛的灵动与否 为什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做事效率呢 首先 眼睛是五官当中最灵活的 为表情最多的 其次 眼睛所映射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面 试想 如果人不恐惧 会不停地眨眼吗 如果人足够灵活 又怎么会眼神呆滞呢 性格和做事的效率都间接地从眼睛当中显露出来 有心理学家说过 孩子从小所擅长的 所养成的性格 所喜好的东西 哪怕到了三四十岁 也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说 眼睛便是无数人一生的写照 有一位国学大师认为 中年以养气 以休己 什么是养气呢 就是调养自己的气息 含养自己的精气神 精气神不错 便是人有大福气 而精气神衰退 便是人有大霉韵 精气神比较足的中年人 多半有这三个特点 首先 就是走路很稳 不会摇摇晃晃 其次 就是头脑清醒 不会迷迷糊糊 第三 气息平顺 无大病缠身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中年人过不了四十九岁 不是因为没钱 而是因为没气 一个人身体的气不足了 说话和做事都有气无力 那他不就离归去很近了吗 看一个中年人混得好不好 不需要问他赚了多少钱 只需要听他说话 看他走路那就足够了 那些说话中气特别足的人 不仅自信 而且身体倍儿棒 什么是中气呢 就是丹田之气 你从丹田当中病上来的气 如果足够顺畅 基本没有疾病缠身 要知道 气可修身 气可养神 气也可保平安 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 万事修 这三寸气依然流动 那我们什么事都能干成 而这三寸气不再流动 基本就等于无常将至了 人到晚年要想看一个人有没有福气 到底从哪个部位去看呢 就是嘴巴 嘴巴是很直接的 你身体好 心情好 胃口好 自然就想多吃一点 嘴巴也比较勤奋 而你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嘴巴自然也就不想张开了 老人家经常说 人能够吃得舒服 睡得安心 吃喝拉撒都顺畅就幸福了 这吃喝拉撒的顺畅都跟嘴巴有关 吃什么 喝什么都需要从嘴巴送到胃里去 没有嘴巴这个起点 就不会有后续的进程了 与其说晚年看嘴 不如说晚年看是否有胃口 吃得舒服 这一切的背后所牵连的 就是人之身体是否健康 以及人之心态是否乐观 嘴巴那是可以看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 就像那些卧病在床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没胃口 那他们的生活质量又怎么可能高呢 就像那些整日忧愁的老人 连吃东西都抗拒 不就说明日子不好过吗 吃东西看似是很平常的事 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反应 只愿每个人都有好胃口 吃得好 睡得好 余生无忧 一切皆好 我是东方 祝您身心健康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